根据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厥斯坦的消息 在喀什叶城县开餐厅的土耳其籍夫尔蒂阿达纳里 就因他妻子是维吾尔人 而且被关押在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至今 将两个女儿被迫留在叶城县强行驱逐出境返回土耳其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厥斯坦的维吾尔人 与外国人士结婚 那就将他们及亲人视为中共的死对头 同样实行镇压和破坏政策 对此东厥斯坦信息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布都吉利利·卡尔卡先生称 中国入侵者正在对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厥斯坦组织实施血性镇压 并扩大范围将魔爪伸向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 以镇压、屠杀、恐吓无辜百姓向世界示威的同时 暴露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控制欲望 最后他呼吁希望世界各地引起重视 阻止中国政府无耻的犯罪行为 实施制裁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涉及非法外交官的 马格尼茨纪法案范围扩大 也适用于向维吾尔人施加镇压的中国官僚 今年全球贸易将增长4.4% 世界贸易组织在青年度预测中宣布的这一增长 可能会因紧张局势加剧而受损 是中美两国在过去一周内 以数千亿美元的关税相互威胁的事态发展原因之一 希腊空军一架幻影2000-5型战斗机 坠毁在斯基罗斯岛以北四英里处的爱琴海中 有关叙利亚针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的辩论日益增加 欧洲国家正在提出危机升级的选择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法国将保证国际法在叙利亚得到遵守 为当地提供人道主义帮助 解除叙利亚政府动用化学武器干预局势的能力 称军事行动已提上日程 德国和意大利宣布不参与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德国和意大利亚的军事行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